原乡部落有许多特色农产品 文创供应品 生态旅游等等 为了提升部落的观光与农产经济发展 高雄市圆明会在茂林区举办原住民产业行销座谈 邀请相关领域学者族人共同参与 一起讨论部落的生态人文教育的意见 让部落有更多讨论的空间 这次来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收获很多 也听到了很多各方的意见跟建议 高雄市圆明会期盼透过交流 除了给予部落业者更多产业推广想法 也借此探讨原乡观光 农业发展 与在地自然生态环境 如何达到平衡的策略 推动原乡的观光或是农产的提升 我们也应该考虑到 我们原乡本身也有的特质 也就是美丽的地理景观 那还有很多的丰富生态 我们来寻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里面 跟环境保护的一个平衡 随着观光与休闲产业的发展 部落也要打造属于在地特色 族人皆有与相关领域学者对话 找寻部落产业发展的新契机 原来就怎么这么打给我了该 高雄茂林采访不到